我们知道战争是科技的催化剂 没有一种武器会立于不败之地 当德国人的虎式重型坦克露出獠牙之后 苏联也紧接着拿出了他们的新锐坦克 一款可以砸断虎式牙齿的重型坦克 IS-2重型坦克被制造了出来 作为苏联的猎虎杀手 IS-2重型坦克有什么独到之初呢 S系列坦克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用来对付德国的虎式重型坦克的 在虎式出现之初 苏联原本的坦克优势瞬间荡然无存 强大的虎式几乎横扫苏联的KVE重型坦克和T34重型坦克 也因此苏联在该期间坦克数量锐减 这是因为KVE和T34军不能有效击伤虎式 必须冲到500米之内才能有效杀伤虎式 而虎式在1000米以上就可以有效地摧毁他们 对于当时所有的苏联坦克 这些虎式坦克都是危险而致命的存在 然而苏联并非对虎式一无所知 他们早就对虎式有所耳闻 并且在1943年1月 苏联红军在列宁格勒缴获了一辆虎式坦克 这辆倒霉的虎式迅速被红军送到了后方进行修复 用来进行各种测试以便找到对抗的策略 之后便研究出来了对抗虎式的IS-1重型坦克 IS-1重型坦克基于KV-85坦克制造 车体自然也是KV-85的衍生 车体为压制缸装甲焊接结构 炮塔为装甲缸整体铸造结构 整个坦克厚重无比 重达45.8吨的战斗权重 让它看上去所向无敌 事实上 就车体本身而言 IS-1和IS-2并无多少区别 唯一的区别在于它的主炮 IS-1坦克一开始装备的是 D5T型85毫米火炮 这种坦克炮是根据85毫米高射炮演变过来的 后来装备在了T-34坦克的升级型T-34-85上 是一款非常优秀的坦克炮 然而装备在重型坦克上就不免显得不合时宜 IS-1装备的85毫米火炮 在库尔斯克战场上并不能有效击穿虎式坦克 一样要抵近到500米的距离上才能对虎式有毁伤效果 这些都促使了IS-2重型坦克的开发 相比于IS-1重型坦克 IS-2重型坦克则凶猛得多 装备了一门第25型122毫米加农炮 这不是俄国人第一次在坦克上装如此大口径火炮了 在战争之初 KV-2重型坦克的152毫米榴弹炮 就曾给德国人很大的震撼 而第25型加农炮 实际上是苏联的122毫米舰炮的变种 威力惊人 足可以将虎式坦克打成燃烧扭曲的废铁 斯大林曾经参观过这种坦克 在参观完成后 斯大林兴奋地说 我们要用这种坦克去赢得战争 1944年初 IS-2重型坦克开始大规模生产并进行换装 彼时德国已经丧失了战略进攻能力 但是仍旧有坚守的余力 苏军的反击将面临巨大的困难 更何况此时战场上的虎式坦克已经越来越多了 可想而知 苏军的进攻将有巨大的困难 此时就轮到了IS-2重型坦克大显身手的时刻了 由IS-2重型坦克组成的坦克团 将作为苏军的进攻矛头 他们的任务很简单 突破德军战线 摧毁德军阵地上的火力点和攻势 为此IS-2的炮弹有三分之二是TOF-471型榴弹 剩下的才是BL-471穿甲弹 这种25公斤的TOF-471型榴弹 在战场上几乎是所有德军官兵的噩梦 不管是多么坚强的火力点和攻势 只需一枚榴弹 德军的攻势就会粉身碎骨 而德军官兵根本不能有效地去摧毁这种可恶的重型坦克 往往他们只能无力地 用75毫米反坦克炮进行反抗 或是等待IS-2重型坦克靠近后 用火箭筒近距离将其摧毁 这两个办法 前者无疾于是 75毫米穿甲弹打在IS-2重型坦克的装甲上 大多时候都是被弹开的 而后者虽然奏效的几率比较大 但是又有多少士兵有勇气在30米的距离上 用火箭筒去攻击这种庞然大物呢 更别提这坦克上可能还坐满了 端着波波纱冲锋枪的苏联士兵 而使用B-2-471穿甲弹的时候 这门122毫米加农炮的威力就被彻底显现了出来 在1000米的交战距离上 它的穿身有142毫米 完全可以击穿装甲厚度为103毫米的德国虎式重型坦克 实际上即便是在2000米距离上 IS-2重型坦克也拥有122毫米的穿身 仍旧对虎式坦克有巨大的威胁 通常来说 虎式坦克和IS-2重型坦克在战场上相遇 虎式坦克要在1000米上一举敲掉IS-2坦克是很难的 虎式坦克大多装备的穿甲弹是 RCG-39被冒穿甲弹 即便是虎式坦克的88毫米坦克炮来发射它 它的穿身在1000米上也只有99毫米 要破坏IS-2重型坦克的难度很大 要使用PCG-245型穿甲弹 才能在1000米上打到穿身138毫米 这样才能和IS-2重型坦克使用穿甲弹的效果旗鼓相当 然而实战里 虎式坦克通常都要对IS-2坦克采取避战策略 避开正面冲突 以伏击和偷袭的方式对抗IS-2重型坦克 因为正面冲突的话 IS-2坦克的数量往往多于虎式坦克 在双方性能相当的前提下 虎式坦克往往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带着这种数量优势和性能优势下 IS-2重型坦克在苏联的反攻阶段立下了汉马功劳 IS-2重型坦克也从团被编成了重型坦克旅 被用于协同步兵和炮兵突破德军预设阵地 保证后续梯队顺利进入突破口和扩大战果 同时这些坦克旅也可以挫败德军任何反攻的企图 在苏军装备了IS-2坦克的部队中 克尔松、柏林重型坦克旅和利沃夫独立重型坦克团 无疑是最强的存在 前者在攻克柏林的战役中 独自歼灭了2000余名德军官兵 摧毁德军坦克和自行火炮60辆 火炮200门 而后者则出现过许多坦克王牌 比如炮长马祖林上市 他在2月13日的战斗里 击毁了11辆德国和数辆德军装甲输送车 为此他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而像他这样的人 在利沃夫独立重型坦克团中还有很多 尽管IS-2重型坦克非常优秀 但问题还是很多的 首先来说 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射速 122毫米加农炮虽然强大 但是炮弹过于巨大 不得不采取炮弹和药包分装 这是因为IS-2坦克内部空间较为狭小 无法将过长的炮弹直接塞入炮堂中 所以IS-2重型坦克只能采取弹药分装的策略 这就无疑降低了IS-2的射速 而在坦克作战中 先发制人的有效射击无疑是重中之重 IS-2坦克问题就在于 过于低缓的射速让它很难先发制人 而苏联一贯的弱点 光学瞄准器较差 则成了IS-2的另一个问题 因为瞄准器材性能上的不足 IS-2在1000米上虽然可以消灭虎视 但是却面临着一个打不准的问题 往往IS-2重型坦克的首次射击 是不会取得战果 这就需要另一辆IS-2予以补枪 而过于沉重的炮塔也成了一个硬伤 IS-2重型坦克炮塔旋转速度过慢 旋转一圈需要25秒 尽管这已经要匕首摇转动快了 可是在近距离的坦克交战里还是显得过于慢速 虽然德军的虎视坦克也没好到哪去 但是稍稍快那么一秒 战斗的结果就可能完全不同 而一旦遭遇德国黑豹中型坦克发动的近距离战斗 IS-2坦克就要吃亏了 因为它们是难以跟得上灵活的黑豹坦克 其次就是动力 IS-2坦克在动力系统上比较薄弱 采用的B2HC型水冷柴油机 V型12缸设计 属于世界一流水平 然而比起T34坦克 它也就多了20马力左右 所以它的功率较低 每吨11.26马力 这就不免导致了IS-2重型坦克的时速 不过每小时37公里 机动性较差 难以快速进入战场 不过苏军统帅部并没有把这些问题当回事 他们有自己的办法 在他们的眼里 重型坦克作为一种突破选项 速度并不需要很快 相反 它的速度适中就可以 这可以让IS-2重型坦克作为了部队的先锋 突破敌军阵地 避免残酷的近距离交战 而在战斗中 通常是两三辆IS-2先后攻击同一个目标 确保目标在这个过程里被彻底摧毁 显然 苏军用集团作战 弥补了单车战斗效率较差的问题 而针对近距离交战的问题 苏军采取了混编来解决 在实战中 IS-2重型坦克身边 必然会跟随着T-34-85重型坦克 这样在城市复杂地形上 IS-2重型坦克和T-34-85坦克的混合编队 就可以有效对抗敌方坦克发起的近距离交战 总体来说 相较于精密的德国虎式坦克 苏联的IS-2坦克秉持了苏联坦克一贯的特色 粗糙耐用 火力至上 虽然在综合性能上 IS-2重型坦克算不上优秀 甚至可以说是平庸 但是作为一款适合量产的装备 IS-2重型坦克的性能 已经充分满足它的作战需求 谢谢大家观看 希望大家订阅这个油管 说历史频道 我们下期见